我又玩不厉害啊 玩不明白 像什么刺激啊 什么APEX啊 这些游戏我玩不明白 我又回来玩CF了 那我想 好既然你现在你游戏已经变成这样了 那咱我也充钱 我也变成客金玩家 那我把这个钱充了是吧 我有了一套非常好的装备 我又有这么多年的游戏经验 我就是面对对手不厉害的时候 我发挥一下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个游戏十年了呀 十年多了呀 那你就 我就一点不能发挥吗 我就打游戏 我游戏也是充装过的 我没有一点问题啊 我就被举报了 我就我就不能玩了 我这多难受啊 我下面我怎么玩的 我还怕封号呢 我都不知道这个230会持续多久 我这刚充了这么多钱 说实话 我要没充这么多钱 他爱啥地啥地 退出封号 你封十年 我不管了 我也不管了 但是我现在 你要跟我搞个十年 我靠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的呀 哎呀 你看咱这个技术练一练 不管多久不完 咱这个技术的这个底运还是有的 虽然说和那些 厉害的大神啊 顶级一些的这个 大佬啊 比不上 但是打这些小菜鸟啊 这是绰绰有余 你看咱这个技术的这个底运在这啊 又充了这么多钱啊 一身装备加身 龙袍加身 你说打成这样 都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为什么 就是说你举报拖了就封号 你怎么不好好搞一搞 看看你到底是 就是真的把那个检测啊 什么的做好啊 他是 不要去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要去放过一个坏人啊 就是我想表达这个意思 你看现在打个游戏很难受啊 以前我在游戏里面 我都我都不打字的 我都最多跟队友抱个脸 我都不打字的 什么开挂这样那样的啊 我我从来不说这些话啊 想举报就举报 无所谓啊 反正咱影子症不怕 不是身子症不怕影子邪 咱完全不怕啊 完全不care啊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要安抚一下这个 对手的一个情绪啊 让让他别别想啊 咱是真厉害啊 是咱是真技术啊 咱没有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说啊 不要举报我啊 后面再不行就是 哎呀 就要放放水啊 怎么样了 但是很难受啊 这个肌肉反应 不是我能控制的呀 你说这面前出来个敌人 这我能不打 这我怎么能控制住不打呢 CF啊 能不能听一下玩家的心声 CF啊 你这个时候 难道咱们还是那个封建时代吗 难道还是这个 清朝末期吗 这个 就是说百姓死活 完全不顾啊 这个底层玩家的声音 完全可以不听 爱咋地咋地 一意孤行 这游戏是这么搞的吧 啊 你就 现在就脸钱 就脸成这样了吗 就 就已经 无所谓了吗 我 我也算个 是吧 尊贵的这个客金玩家 是吧 我现在给你提出意见 哎呀 都说这个顾客是上帝 怎么 一脸上帝的感觉 顾客是底层 底层中的地层 啊 贱民 是这样吗 啊 这让我真的很难受啊 他打游戏 我 我 都不敢好好去打啊 都不敢尽全力去打啊 就这样搜着打 还 最后还不让玩 我 这 CF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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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我看你是真走到头了 我 听听玩家的呼声吧 不能再这样整下去的 毕竟还是很多人 这个青春呢 说起来 等我们老了之后 说起来游戏 哎呀 当年我玩的是CF 那个时候CF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在游戏里 咋样 咋样 啊 现在 对吧 你不能把玩家说的 一说CF 哎 不知道 啊 从来没有玩过这游 啥游戏啊 CF 什么东西 不知道 啊 完全不知道 这个时候 搞得好像从人见面 分外眼红一样 你搞得完全没有必要 是吧 好好的整一整吧 好好整一整吧 CF 现在 挣钱多难了 这个机会多难得 你做一款 这个 十几年前的贴图游戏 估计那些做3A大作的 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你这款游戏 为啥这么赚钱 为啥这么多人 愿意去 充钱 啊 你为啥能这么赚钱 啊 现在机会 非常 不易 好好地把这款游戏 就是各方面的 那个系统性的一些东西 整一整啊 人尽其职 啊 目尽其用 哎 照顾好玩家的这个感受 啊 摆烂啊 玩家还是 下一次 分鸽子不能再冲啊 分鸽子不能再冲啊 我看不 这玩家不冲钱 我看你能活得下去 开玩笑 好 那这一期视频呢 就给各位 带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